市面上是有很多公司要想赚取利润 说我可以修理你的信用 如果你的信用已经破坏掉的话 其实这种说法呢 对也是不对 你的信用修理你自己也可以做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信用报表上面有错误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那个信用公司联系 把你的证明给他看 说我没有辞交 我有交 只是你那边是你的错误的话 我们都可以 就是信用公司会采纳你的意见 帮你重新调整 出钱请那个公司帮你做 他除了做这个的话 我觉得正正规规的话 都是 当然如果是新移民有语言障碍或怎么样的话 请别人帮你做这些东西 也许 就是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今天信用已经坏了 你想修补的话 你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说 你把他的欠款还清 把每个信用公司的 没有付清的余款都给付了 然后你再慢慢开始 该付的就再付 因为你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申请不到信用卡了 所以你可以重新开始 从零开始 从做一个有抵押的生殖信用卡 开始慢慢的积累你的信用 给开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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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